蜜豆咸肉 蜜豆咸肉 此菜为广东一道地方风味菜肴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咸肉和蜜豆 调料有白糖 味精 红椒片 葱段 姜片 还需要绍酒 嵌汤 芝麻油 精盐 酱油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将洗净的蜜豆去掉两头 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水 忘火烧肺 放入蜜豆 加入调料 放少许的盐 味精 还有油 绍酒和糖焯水 抄透以后 倒出沥浸水 锅继续加热 放入腌好的切成片的咸肉焯水 咸肉焯透以后捞出 淋入酱油 炒拌均匀 使其上色 锅上火 放入油 大火烧至七成热时 放入上色的咸肉片 歌汁 略炸后倒出 炒锅上火 放入少许的油 下入葱段 姜片 红椒片 倒入滑好的蜜豆 炸好的咸肉 烹入绍酒 味精 下入芡汤 水淀粉 炒匀 淋少许的芝麻油 明油出锅 装入点缀好的盘中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咸肉焯水时要焯透 上色时要上均匀 现在蜜豆咸肉这道菜已经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色泽红绿相间 咸鲜香 咸肉丢的咸肉 咸肉丢的咸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